好 那我們就來認識一下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考試題目都長得類似這個樣子 說有一個桌上有一本書 哪有這個力量什麼桌子撐書啊 書先壓桌子啊 地球拉書啊 書拉地球啊 什麼諸如此他寫一堆力量 然後呢 然後就問你 寫個F1 F2 F3 F4 然後就問你說哪個力量跟哪個力量叫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哪個力量跟哪個力量叫作互相平衡的力 把它挑出來就好了 我剛才已經跟你講過了 你的方式可以這樣子做 他那邊寫一大堆 你就自己呢 就試著把它整理起來 比如說這個 這個叫做書對桌 你就寫上 這個叫做書對桌 你就寫個書對桌 它是什麼力量 然後呢 如果書對桌叫作用力 那什麼是反作用力 就是桌對書嘛 那什麼是平衡力 就一定是什麼東西對桌嘛 你什麼東西對桌才會是互相平衡嘛 才有可能嘛 就這樣子就知道了 你就會曉得了 所以請問 請問 這上面 有作用力 反作用力是誰 我先跟你說答案好像不只一個 但是你可以隨便講一個就好了 答案好像 我如果沒有記錯答案應該不只一個 答案不只一個 但是你只要講一個就好了 你講一個就好了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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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再有去想另外一個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 我先問第一個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我們找 31 31號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W跟R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你隨便 W跟R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我說答案好像不只一種 你就挑一個就可以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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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是 W跟R 是嗎 你說 你寫一個答案叫W跟R W一撇 W一撇 輸對桌 W一撇 叫做prine W一撇 W一撇 叫做輸對桌 反作用力呢 桌對蘇 有桌對蘇嗎 有啊 R 所以W一撇 W一撇 所以R叫做反作用力 然後W是地球對蘇 那反作用力呢 輸對地球吧 所以是叫做誰 W跟F 所以是 這要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那下一個問題 這裡面誰是互相平衡的 剛剛講過喔 要同一個受力物體嘛對不對 A對C的平衡力一定是B對C嘛 所以都要是C才會 都要是C它才有可能會是平衡的力量 才有可能會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所以在直接上台 大家平衡 那這裡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呢 這上面誰是互相平衡的力呢 誰呢 哪一個是互相平衡的力量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量呢 三號 三 你覺得誰是互相平衡的力量 你共上 跟W更好 W更好 請坐 W叫做地球對蘇向下 那一定是什麼對蘇向上 誰會把蘇撐向上 桌子 桌子對蘇向上 所以呢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量 W更 R 叫互相平衡的力量 這是一個我們喜歡考的提醒 寫出一坨拉谷的力量 問你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量 記住我們前面所教過的 如何分辨的方法 如何分辨的方法 作用力反作用力就是我愛你你愛我 我打你打我 A對B B對A 然後如果平衡就是對同一個受力物體 A對C B對C 叫做互相會平衡 好 請你把觀念要弄明白 會分辨出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量